除了眼睛的辣味海鮮排骨 到雪花煎餅 還有常見的韓式炸雞 你不知道韓國料理 其實在海港釜山 還有一道叫龍蝦一隻雞 現在台灣也吃得到 龍蝦之外 還有鮑魚 蛤蜊 扇貝 鮮甜湯頭 再拿來燉煮這肉質 已經軟爛的一隻雞 剪開來鮮肉配湯汁 這家釜山龍蝦一隻雞 業者號稱是全台唯一 開在新北中和 除了桌上就叫波蘭龍黃針 一大套組賣4380 甚至你想一隻雞配帝王蟹也OK 如果有到釜山 所有那邊吃過龍蝦一隻雞的話 那基本上他會覺得 我現在人就是在韓國 韓式之後 甚至於我眼前這一道道地的 澳門不不顯澎湃鍋 你除了在店內吃之外 業者他們現在推外帶禮盒 像是蛤蜊或者是醬料 幫你準備好 最厲害的是連著鍋子 都能讓你接著走 澳門營豆族推號稱 你上山下海能吃到一樣風味 外帶禮盒賣1288 蛤蜊四人份的量有2.75斤 有人就把鍋具借去 在上山露營時大家聚一起 有料有湯有鍋子 直接開煮吃起來 那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有另外一條壽司 會跟在蛤蜊鍋的上頭 那我們一定 我們堅持要用的蛤蜊是特別的產地 有人美食特別吃法 還有新竹竹北這家 堆高如山的螃蟹 這不是buffet餐廳 而是火鍋店自助區 千葉竹北店限時推4月30之前 平日晚餐週末全天 麵包蟹三點餡牛蹄蟹 無限吃到飽 各家澎湃吃法滿足你味蕾 GS新聞陽青波林瑞 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